主位法师 主位同道 大家吉祥阿弥陀佛 我们上一节课 进入 这个违学之道 我们前面是讲违师之道 上节课进入 是谈怎么当学生 首先是我们掌握学习的纲领 具体我们举的例子 是学而偏 我们翻到十二页 这个也是我们很熟悉的 一段教诲 只曰弟子入则校 出则涕 谨而信 犯碍众而轻人 行有余力 则语学文 学习能够掌握纲领 陈宇讲的刚举目张 我们所学 就是要用在 生活工作 处事待人接物 就是要用在 能够解决问题 老上讲经也说了 学了没有用 学他做什么 这句话也是提醒我们 我们讲学 所谓 所谓 弃理 弃鸡 这个鸡就是弃众生之鸡 弃他的需要 尤其心态 大家时间宝贵 家庭工作责任都很重 学习的时间相对少 学了之后 家庭工作 这些问题都没解决 那他要长期学习 就不容易 好 那我们学了要管用 那我们要检查一下 比方说 我们2023年的事情 有没有解决 这个有点远了 现在又过了一个月了 请问大家 昨天的事情有没有解决 我们有没有用 经教在思维 经教在说话 在做事 我们今天说话做事 心中都没有经典 那请问以什么标准 在说话 在做事 那很可能 还是依自己本人的习惯 那依习惯 就有可能是依习性 所以初学圣教 我们得随顺圣贤 佛菩萨的教会 不能随顺 烦恼 吸气 当然我们一讲到 随顺 圣贤 佛菩萨教会 可能我们心里 起一个念头 为什么我要顺 为什么我要顺 我不能以我自己意识吗 那比方以 成德来讲 我很愿意顺 为什么呢 因为我还没有顺 以前我前面二十几年 搞得挺多问题的 这里一个包 那里一个包 我说这样不行 不能顺自己 那顺经典呢 那老上有告诉我们 佛菩萨不是牵着 我们的鼻子走 经典是性德的流露 圣贤 佛菩萨是见性的人 他讲出来了 这些教会 都是称我们的本性的 所以我们肯做了 我们就在恢复自己的本性 不是他牵着我们的鼻子走 你看 孟子说 人世间有三乐 第一个叫父母聚存 兄弟无故 这个是天伦之乐 我们自己去行孝了 我们会感觉到内心很踏实 以前不懂 都没有很主动的 关心父母 养父母之身 心 智慧 内心不踏实 这个不踏实 有时候还想不明白 为什么 好像一蓝人静 心里空空的 不踏实 所以人顺着良心了 才会踏实 他孟子说 养不愧一天 腹不作一人 我们假如做一些事情 怕人家知道的 这个心就开始作用了 就会感觉 有点躲躲闪闪 有点阴暗处了 那跟光明磊落的感觉 不一样了 那个 这个司马光先生说的 平身所为之事 无有不可遇人者 不知道大家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什么感觉 我的感觉 痛快 是吧 假如这样活着 多好 小时候都 玩什么躲摸摸 在人家躲的 让人家找不到 所以还是得坦荡 好 司马光先生 他五岁的时候 当然这个故事 提醒我们父母老师 抓住机会教育点 很重要 因为孩子的心一偏 你没有把他揪回来 他稍微一偏 0.5度 过了五年以后 那可能变15度了 再过五年 那可能变45度了 那已经变得太厉害了 有一天 他跟他姐姐 要去掉那个胡桃的皮 他姐姐刚好离开了 他在那弄很困难 刚好遇到一个婢女过来了 那婢女有经验了 用热水一烫 这就很容易皮就扒下来 婢女走后 这个姐姐回来了 你看 你怎么会扒 你怎么学会的 我自己想的 五岁 所以你看人都有带 过去生的行器来 这个都可以证明 我们都有带过去生的习气 像成德就特别明显 大年初二回外婆家 人家表哥表弟 表姐表妹 玩得很高兴 我回去做生意的 那他们 五角抽一张 你说谁教我的 我身边没人做生意 怎么我会这么想做 那过去生带来 这看像家里有几个小孩 老子 有个小孩来临了 前面有几个哥哥姐姐 这个父母专注力都在这个最小的 因为他才几个月 一下时间都到这个孩子身上来 这个哥哥哥姐姐一看 爸爸妈妈不在的时候 过去掐一下他 但本来爸爸妈妈陪我时间 怎么现在都是他 他也理解不了 这嫉妒心就起来了 当然这一点来提醒 当父母的人 我们要体恤到孩子的感受 所以这个迅俗仪归里面提到 为什么父母都比较疼爱最小的 他分析的很有道理 因为一般孩子一两岁的时候 人见人爱 到了四五岁 东摸西摸 一开始东摸西摸 别碰别碰 太讨厌了 所以那个最小的 那个影像就是最可爱 然后他最小了 后面没有人 没有人取代了他 当然理智的父母 都要观察到这一点 不要让孩子产生 这个感受 我曾经看 家里四个孩子 那个老三有一天 很生气的 对他妈妈说 我去上厕所 你只给我十分钟 为什么弟弟就给十五分钟 你不要小孩子 这些小事情 小孩子一次两次 他心里会有心结 所以我们每天念无量寿经 佛说大圣无量寿 庄严 清净 平等 决心 代表修行在练什么 练 清净心 平等心 觉悟的心 在哪里练 在家庭里面 对小孩 平等心 这一点我是比较幸运 假如我父母 爷爷来 不平等 特别宠我 我现在就不能跟你们见面 你看包红包都一样的 没有 怎么讲红包来 可能是快要过年了 受到一些慈喘 很平等的 平等是真心 你不平等就是忘心 你用真心 那孩子都挣扎善根 你一偏心 孩子的嫉妒心 被我们给掉出来了 不只在家庭 在班级也是一样 所以要解决问题也好 或者要爱护家人 或者爱护学生 功夫要下在哪 下在自己的心上 不是在这个人跟事上 我们往往要处理事的时候 那个专注点都在外面的人事上 忽略了自己的心 我有时候 看 比方说这个人性格是正直的 比方说他看到他的领导 哪里不妥了 他在那 说着说着 我说你看你都动情绪了 你都动情绪 你能够护念好你的领导 你要护念得好自己的心 你才护念得好别人 我们都看到别人的问题 然后就因为 逐了这个相 自己的情绪就在起伏 可是我们却没有看自己的心念 我们带着情绪的言语 去提醒别人的问题 你说他能接受吗 他首先已经感觉到你的情绪 你讲的话再对 他听不下去了 就很微妙 这个我也有经验 我只是抬高 没有八度 三四度而已 后面讲了很多道理 结果学生只记得 我好像生气了 至于我讲什么 一句也不记得 因为人感觉到情绪的时候 他的头会开始发懵 然后他就想 生气了 生气了 那后面讲什么 不记得 所以古人 这个格言别录 里面有说 言语要调剂人情 发明事理 你要讲为他好的话 这是发明事理 你首先要调剂人情 就是让他觉得 你是为他好 你首先让他觉得情绪来 他怎么会觉得你为他好 所以要劝人要先美其长 先肯定他的长处 他的复苏 盖其心喜 他听了 你肯定他了 用我们台湾的话 要跟我同一国 跟我同一国的 跟我感觉的 觉得 你跟他站在一起的 然后才是发明事理 你要提醒他的话 再讲 他觉得你是为他好 他就容易接受了 我们的真心 才能调动对方的真心 这叫感应 能感受我们的心 所感是境界 的反应 假如我们是带情绪的 那是忘心 忘心能不能调动他的真心 就不容易了 所以无量寿经不能白读 要在一切境界当中练清净 练平等 德育故事里面 有正年税理 正年加一千人 明太祖给他考试 你们一千人 我发两个离子 看你怎么分 他也有方法 拿了两个大水缸 装满水 一边 放一个水泥 把水泥击碎了 那个汁就流到水缸里面去了 每个人喝一碗 我最近体会 可能他的孩子 在那一千人当中 还在最后面 喝喝喝 喝到最后 最后几碗没了 他孩子没喝 他不会让他的孩子喝第一碗 你们赞同我的推论吗 你看这个就是人心啊 一千个人啊 那关系有得很远 可是他的孩子呢 每天跟他见面啊 这关系就在了 那么轻啊 你在人前 你还是特别 都把你孩子摆在第一位 那人心就受伤了 不平了 所以捉帮到校长 坐着好 抗战时机 物资缺乏 救援物资来了 学生先分 分的有剩的 自己的孩子再分 所以这个是提到平整性 所以这个经教啊 就要用在我们的心地上 经教就要用在我们处理 当前的事情上 刚刚问了大家 昨天的问题有没有解决 那我们有没有一种感觉 事情来了 不知道呢 要用哪一句来处理 这个疏到用时 方恨少 每天听经听经 突然这个境界来 不知道这个时候 该照哪个经教去做 这个时候掌握纲领 就很重要 你比方说 老和尚说 心有根本 行有根本 这个就是纲领 心的根本 真诚 亲近 平等 正觉 慈悲 好 这五个纲领 不难记吧 那会不会处理事了 好 我现在应对这个境界 我有没有跟五心相应 把心调好了 言行 言语是心之声 心调好了 言语不可能偏到哪里去 行为也不可能偏到哪里去 心心 心跟行为 当然这个行为也包含言语 言语也是行为 所以身口意 包含我们一切行为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意 我们的心 的意念 好 那我们现在面对这个境远 我调好 我的心没有跟五心相应 我赶快调整 所以不难吧 处理事情 我首先把心调好了 有点看他不顺眼了 赶快真诚 自私心起来了 慈悲 念念为人想 你是调了 有点贪念起来了 染着了 阿弥陀佛 深深唤醒自己 不能染污了 有高下见了 有偏心了 赶快平等了 情绪上来了 要理智 要觉悟 不要感情用事 不能基于意气 不能迁 迁于感情 我们把管用 重点是我们肯不肯用它 你说 有点不顺手 太正常了 哪有一用就顺手 实而勉强 一开始都有点要刻意去提起来 所以修学 就是一个深处转熟 熟处转身的过程 本来自私心比较俗 慢慢念念 练得 陌生 本来 念念为他人想的心比较陌生 练久了 就很自然 佛号也是这样 本来很陌生 妄想纷飞 比较俗 慢慢练过来 佛号越来越多了 妄念越来越少 这都是有过程 最重要的 不要急于求成 欲求一心 心越乱 我要赶快一心不乱 保证你 念不到一心不乱 不求一心 不断的妄想 只要字句分明 不念过去 不念未来 专念现前一句 我们只要不念佛 要不就想着 担忧未来的事 要不就在回忆 懊悔过去的事 脑子就一直转这个了 都是妄想 都是轮回心 找轮回业 我们警觉性要高了 须于被念佛之心 刹那及结业之所 你一会儿 虚语是很短的时间 不念佛了 就念六道轮回来 结六道轮回业 的触手了 所以体会到了 就提醒自己 要好好念佛 真的佛号要念得住 也要有配套的方法 我们明白道理了 念佛重要了 事项上都要有配套 不然理还是理 事还是事 夏林老说的 若要佛不离口 先须诸不离手 这个 诸位忍者 你们现在手上有没有 佛珠 还是练佛器 当然不是说你们现在 边听 边按 边听我 讲课 你边听我讲课边按 听得不受影响 可以 假如按着按着 课也 好像不知道在讲什么 那还是专心听 讲课比较好 为什么 念佛 叫深深唤醒自己 你在听课的时候 也是真心去听 专注去听 都是要恢复真心 为什么说 学佛最重要的用真心 念佛的时候用真心 你也不能口令 弥陀 心散乱 那就不是用真心念了 我们做哪件事 真心为别人好 我们听课的时候 很真心的 随着李秉兰老师的教诲 随稳入观 我们就有受用 儒家有一句话很重要 道也者不可虚于理 道就是真心 不能离开 所以都要讲求 世上配套做法 才能把这么好的道理 落实到我们 当前 大家有没有感觉 我们听了好多道理 但是好像都落实不了 那个就要有自己配套的做法 你真的 诸不离手 而且念了三年 那你佛号就很容易提起来 就好像我们都知道 修行要正住双修 正修是念佛 住修是断恶修善 那我们现在有没有像余静义工 我们刚过完小年 是吧 有没有想到赵王爷 这么重要的日子 不能把他老人家忘了 赵王爷 慈悲 互念 于静义工 其实就是在互念我们每个人 我们可不能着相了 那是讲给于静义工的 跟我没关系 那学东西就太着相了 要拉回来 这一部书 彰显了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 我们修行人很容易 习气使然 浑然不知 自己有毛病不知道 他47岁了 穷困潦倒了 还写书文 上天太不公平了 还在 给老天抱怨 他满身过失都不知道 那浑然不知了 结果就自己骗自己 这志气一关打不破了 赵王爷来帮助他把志气打破 点他的问题 义恶太重 念头 专物虚名 做什么事都不是纯粹的 利他的心 都是夹杂名利 以前有一个 大家都觉得他是善人 结果后来 他去世了 到了阴间 遇到很多他帮助过的人 恩公啊 你怎么来这里啊 他自己有点不服气 怎么这么短命就来报道了 这阎王啊 就是来把他的善恶记录本 主委忍者啊 我们每个人都有这一本 现在随时都在做记录 几个念头他也记录我 这个了凡事迅呢 这一点讲得很清楚 魏忠达 他有英勇到了阴间巨栏 结果记载他的恶路迎庭 整个庭院都快摆满了 他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了 他问了 我都还没四十岁啊 怎么会这么多恶啊 这个阴间惯例一回答 点出来 一念不正 代表他呢 言行上的过失很少 主要是什么 念头 一念不正即是 不带犯言 你言行还没犯 但念头已经 记录了 所以主家特别强调 克念做生 要克制住妄念邪念 功夫就在这里 克己不理 所以得非礼物事 因为你看不好的东西啊 这些念头就相去 不好的不要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不怕念及 只怕绝齿 这些功夫啊 也都有一个过程 我们警觉性越来越高了 念头一不对 赶快阿弥陀佛 李炳南老师还 有一个指导做法 发现自己的念头不对了 就念实生佛 那这样 妄念哪有佛号多 是吧 所以这个都很好的方法 那这个 读书人到阴间去 不是很福气 言头王把布子一拿出来 他虽有行善 每一件善事底下 都有一个批注 为了名 为了利 他行善不纯啊 这个善的力量啊 就打折扣了 结果他一看呢 不好意思 所以这个愚清义工 也是这个问题 这个赵王也点出了 你做的哪件善事真心的 你看你有哪一次放生 是你着急的 没有啊 都是人家 在放的 你才跟着去 而且你们家 还有螃蟹绑着 你还在那杀 你根本不是成心 放生的 有慈悲心的 包含习智子 你都是看到 旁边有人了 你去捡起来 旁边的人说 哎呀善人了 善人你就很舒服了 结果你自己在家里 你还带着这些学生 私俗的学生 你还拿着这些纸去贴窗 你根本没有爱习智子啊 赵王也跟他 无谁欺欺欺天夫 你要欺骗谁啊 你能欺骗上天吗 说 这个 因为他们文昌帝君的规条里面有这几条 还有借舍啊 他说你 你能像那鲁男子一样吗 像柳虾会坐牌不乱吗 你每一次看到美女的时候 心就已经起伏很大了 你只是没有那个缘而已啊 不然你可能就出事了 没有关照自己 那起伏这么大了 怎么还敢写书文 说自己也是借舍吧 所以提醒他 不能专悟虚明 而且不能满子愿有 写的这个书文都是抱怨的气息啊 独逞上帝 这个对上帝不恭敬 所以我们修学之人不能有怨气啊 我们上个礼拜 有没有埋怨什么人事 我们再总结总结 念头编在哪 深信因果很重要啊 深信因果不怨天不由人 因果是一铁良药啊 真治病啊 真治烦恼啊 我相信我们接触圣教的人 没有一个人说他不相信因果 可是遇到事的时候 又有几个人信因果了 没事的时候 哎呀对啊 因果太正确了 真正遇到事了 又生气了 深信因果的人 遇到人家欺负你 无债一身轻 还了 他骂完我了 还了 对啊 所以这个道理不是嘴上讲的 要在境界当中检查检查 自己是不是真正深信因果了 好 那这个我们 刚刚跟大家讲 在境界当中啊 这些教诲要能提起来 那我们能掌握钢灵啊 就比较容易提得起来 所以刚刚跟大家举例子了 老和尚 这都是从各个经论里面呢 总结出来的 这是老和尚的用心良果 从观无量寿经 从大臣起信论 因为都有讲到真心啊 最后用我们 比较容易理解的词 真诚清净 平等正确自卑 我们随时可以关照 行为呢 三福六合 三学六部 普贤十运 比方说 我们要带领家庭 治理团体 这个处事修 这个 待人依六合 六合静 我们今天处理家里的事的 就知道 首先要什么 建合同解 要依 古正先贤的这些教诲 来建立共识 你就很有努力的方向 那 那对方不跟我合了 我又生烦恼 老和尚说 只求我 只求我与他人真诚和谐 绝不丝毫要求他人 与我和谐 放下那个要求的念 中述 中处之道 研以律起 要求自己 宽以待 孔子也慈悲 老人家教了这么多道理 他讲了一句 无道一以贯之 那这是不是纲领 真子体悟了 夫子之道 忠树而一 这两个字很好用 你现在看到哪个人 哪件事 你心有不平 有起伏有情绪 只要用这两个字 来关照自己 我够不够言以利己 我够不够宽以待人 这个情绪就下来了 忠树围到不远 忠树跟真心是相应的 你只要依这两个字 一调整 这个 旺心 偏在哪 你就感觉到了 就懂得把它调回来 所以这个是老和尚的慈悲 五心五行 我们就掌握刚领 那孔子也是 把刚领提出来了 入则孝 出则涕 谨而性 伴爱众而亲人 行有一利 则以学问 我们现在面对任何事 从这七个角度 去观照 应该就知道自己 要怎么做 好 有没有哪一个 忍者 你现在在解决一个问题 你可以写上来 我们用地主规这一句 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比较有临场感 不然大家一听 真的吗 真的吗 你没问题 不要想问题 真的有了 那我们可以 用孔子的话来解决解决 好 大家不用紧张 有的在想就好 我们先继续交流 我们上一次 讲到入则孝 十三页 我们复习一下 不知道诸位忍者 还有没有印象 我们十四天以前 举了 罗先生 谈到 孝子 是亲 不死无亲 不死父母亲 有冷淡心 觉得被冷淡 大家还记不记得 所以 假如不记得了 那还是我的错 我还没讲二十一遍 学东西 不是学很多 你学很多到时候 你一个都用不出来 不要贪多 偶尔大师提醒我们 末法时期学习 容易出三种情况 第一 好多 不好精 学很多 精深不了 学东西 不专精 不深入 这个 逐末不求本 我们仔细去看看 你现在面对一个问题 你会思考 它根本在哪 还是只是在向上 要去解决它 你是根本解 还是症状解 你今天眼睛痛了 怎么办 有没有思考 干开窍于目 对啊 看事情要深入 这个最近 这个最近 有个同人 跟我叙述了一件事 就说 有一个同事 因为一件事 跟他做法不一样 他说这个 比方说印几份就好了 然后他说 他说印几份就好 对方想多印一点 刚才意见不同 后来 就不再来了 我说 他不是因为 这一件事不再来 我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这个 我们 中国发动对日抗战 是因为炉钩桥造成的吗 它只是什么 导火线 那日本已经太多 恶劣的行为了 到什么 忍无可忍 可是我们看事情 有时候就看到那个导火线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验 比方说 家里人 另一半 突然因为一个小事 给你摔杯子了 你还有点回不过神来 就这么一点小事 发那么大脾气干什么 那叫导火线 可能他 已经被你冷断很久了 还是 很多事情 鸡鸡鸡鸡 鸡到实在 所以 这只能说自己麻木不忍 对方已经 这生闷气生这么久了 自己都没有感觉 都没有体恤到对方的心情 所以看事情 要入目三分 不能看得太表面 应该敏锐什么 看对方 表情 脸色不大一样了 要主动去关心 你看我们当父母的 陪伴还是成长 挺敏锐的吧 看孩子今天放学回家 眼神有点不一样 赶快去关心一下 诸位当妈妈的 有没有这个经验 那你们要平等对待 对孩子这么细心 对丈夫也要这么细心 我一望过去 都是太太给我 当然也有先生 对太太也要 这么平等心 这么细心才对 包含你对自己的父母都一样 我们有一个 一个同学 他自己反思到了 自己跟爸爸亲 跟妈妈亲 跟爸爸比较没那么亲 有一天 他给他爸爸打电话 问他爸爸 父亲 你是不是觉得 我跟母亲比较亲 我让你感觉跟你比较不亲 他爸爸亲吻了 停了好几秒钟 后来点点 不可数无情有冷淡心 你不能对妈妈很热情 对爸爸很冷淡 我跟我爸聊不到几句 理由还很多 人的真心到位了 自然就做得出来了 这个 我们上一次讲 不要让父母 感受到有被冷淡 不可数无情有烦恼心 因为我身烦恼 不可数无情有经步心 我们再复习一下 你做什么事都没有跟父母商量 突然这么一来 把父母都给吓着了 这个都没有设身处地 不可以使无情 有愁闷心 因为我们忧愁 烦闷 假如我们是学大臣的 那这个就 他也说不过去了 大臣佛法要慈悲众生 要安重身心 我们现在连父母的心都安不了 怎么安重身 不爱其境 和爱他人 为之被得 所以大臣佛法要建立在 儒家跟道家的基础 要从孝涕做起来 不可以使吴清有难言心 要跟我们说什么 欲言又词 画上来的 堵在这里又压下去 跟我们讲话压力很大 怕我们不高兴 怕我们耍性质 那不是给父母很大的压力 应该让父母要跟我们讲话 没有丝毫负担 什么话都可以直接跟我们讲 不可以使吴清 有愧恨心 比方我们人生过程 可能父母给了我们什么建议 后来可能这个建议 这个决定 后面发展不是很理想 毕竟是父母还是很用心 在替我们考虑 结果不是很好 我们当子女的 你看当时候就是听了你的话 才这样的 这个话就好像一把刀 刺在父母的心上 父母他会 很遗憾 惭愧 甚至会恨自己 那这样的情绪 对身体损害非常大 要能体会到 父母还是尽力为我们想 说实在的 人生的际遇 欲知前世因 今生受则是 你人生的这些情境 结果 你不能推给父母 推给其他的人 所以这个因果要深信 我们不会去怨 他人 人世间没有坏事 或福相宜 今天 世间能看不如意的事 你遇到了 你用平常心去对待他 你用反省的心 来对待他 那祸就慢慢转成福了 一切福田不离方寸 父母建议造成 后面这个发展 你完全 没有去责怪父母 这都是你的心地 在积你的福报 让父母能完全释怀 其实命由我做 福自己求 是真的 好 这个是上一次 谈到的部分 好 这个有 彭道发来的问题 民间的造神 与佛教的 奸哉菩萨 是各所指吗 还是其他的表法 抱歉 我才疏学浅 这个奸哉菩萨 我也不是很懂 我这个出家之后 没有在丛林道场里面 一出家就到了英国爱学院 我在找个时间 到丛林里面去研究研究 有研究了 我在跟你报告 这个没有研究 不敢给你乱回答 这个论语教导文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当然在道家 这个造神 他是监察一个家庭 那当然 都有他的职责所在 那佛门是很重视表法 你看伟陀菩萨 他就是总护法 那这个 应该那个 佛门 这个奸哉菩萨 应该有他的执掌 或者他的表法 这个到厨房去 要用供佛的心去煮饭 这个功德就很大了 有一位忍者发来了 今早陪儿子去练单车 他本不愿起床 说明天再学 后来还是去了 但他不甘心 故意搞破坏 在街上骑车 自己一路担心出事 回来反观 不能丝毫要求别人 那你已经找到问题了 这个叫犯爱重 将家人先问己 是吧 你不喜欢人家勉强你 那就不要去勉强别人 以不欲及诉你 好 这个我们只是一条 来回应回应 假如继续写上来 我看这一节课 变成回答问题 好 这个 我们调整一下 我们下一次上课 看看哪一位忍者 我这两个礼拜 遇到啥事 我用地指挥 这一段 用路则孝出则涕 井啊 信方爱舟而经人 行有余力 所以就解决了 现身说法 但是时间不要超过五分钟 我刚刚念的时候 我就有感触了 我以前刚开始学佛的时候 怎么解决问题 亲人 有什么事情想不通 别伤脑筋了 看脑上讲经 听啊 听啊 有灵感了 想通了 这个就是能亲人 无限好 能解决问题 包含去清静阿弥陀佛 有事情想不通了 清静阿弥陀佛 你念佛 他的佛光就到了 念着念着 突然事就想通了 这可以解决 好 那我们再看出则涕 出外求学 或做他事 则行替道 从这些叙述 我们就感觉 我们中华文明 它就是从一个家庭的伦理 延伸到整个社会去 社会就是一个大家庭 他求学 同学叫 师兄弟 在古代呢 他到哪一个行业 学一门技能 他也有师兄弟 或做他事 就要行替道 皇叔 善凶 为替 行书说 替 顺也 我们 善就是很好的 这个恭敬自己的兄长 而且要懂得顺 因为姐姐 哥哥 是 长辈了 我们懂得顺从 哪怕是劝自己的父母 哥哥 姐姐 我们要懂得 我们在姻缘上 他们是上 我们是下 要顺势而为 不能是用这种强势 忤逆的方式 那 他们 会不舒服 老阿尚常说 面对境界要清楚 我们面对 这些 五轮的关系 要很清楚 对上 要用感话 对下 是叫话 平背 是劝话 这姻缘都不一样 没有定法 你要看姻缘 人的真心 遇父母 懂得笑 遇领导 懂得钟 遇朋友 懂得戏 都是自性 在不同的姻缘当中 起作用 在家能笑 只能善事 兄长 因为 有笑心了 不愿意让父母 担忧 对 兄道有地道工 兄弟目 笑在钟 敬顺兄长 以顺亲心 让父母 很欢喜 我们有一个同事 他们兄弟三人 他父母就 很欣慰 跟他们说了 说看到你们兄弟 这么有爱 我们很放心 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也不担心 父母 长我们一辈 一般来讲 会找我们离开 而当看到自己的儿女 都非常有爱 互助 这是他们最欣慰的思想 那假如兄弟姐妹不合 那可能 父母的心就时时要担忧 甚至还担忧自己离开之后会怎么样 所以 是为之替了 出外推辞 世兄之道 以待年长于己者 是为出则替了 了凡事训当中有提到 尽重尊长 家之父兄 国之君长 举凡年高 年龄比我们大 位高 位置比我们高 平行比我们高 见识比我们高 年高 位高 德高 事高 见识比我们高 皆当家义奉事 要恭敬对待 这个都算出则替 林哲学先生说了 不孝父母 奉神无益 兄弟不合 交友无益 手足你都不和善 你交那些朋友 我看也很难是真心的 可能都是有带目的性的 谨而信 行为谨慎 言而有信 足是 会 兼 引了周易 前文言 说 庸言之信 庸行之警 他是引了 这八个字 引了这个 周易 前文言的 经文 来证明什么呢 证明 信是属于言语 所以叫庸言之信 因为弟子规 是谨而信 那谨呢 是属于行为 所以叫庸行之谨 这个是以经 以这个易经的经文 来诸 诸解 弟子规 来开解 弟子规 这样可以取信于人 这个以经解经 以前的这些 圣者人常用 读书人常用 包含我们佛门 我们看皇令主老居士 诸解无量寿经 用了八十三种经论 以经 诸经 取信于人 不是我的意思 你看 佛的意思 一百一十种 祖师的 注解 祖师的意思 犯爱众人 是博爱众人 与众人交往 注重博爱 以养其 平等 荣众之德 平等 能包容 大众 是故老无老 以及人之老 幼无幼 以及人之幼 诸则校里面 诸则涕里面 有说 是诸父 如是父 是诸兄 如是兄 那亲人 则仁者而亲近之 当然亲近仁者 对我们前面 五条 德行的 甘目 都会有 真上缘 就像 刚刚我们提到的 我们在面对事的时候 能不能提起 经典的教育 那常常亲人 那可能我们在遇到 境界的时候 就想 老和尚会怎么做 老和尚是怎么做的 就好像 老和尚知道我们 学佛 要学释迦牟尼佛 学道 要学老子 学乳 要学孔子 那我们进一步思维了 那学佛 学释迦牟尼佛 请问我什么时候学 每一个当下 佛说了 十善业道经 那我每一个当下 一讲话 不妄语 不两舍 不屈 不恶口 一起念头 不贪 不撑 不吃 这个 生 不杀生 不脑害众生 我们在做任何事情 就想到佛 这个教诲 不脑害众生 哇 这个心地就柔软 我这个行为 会不会让他起心动念 人不闲 物视角 人不安 物化老 你能很敏锐的 感受别人的状态 包含现在要过年了 除夕业也快到了 学佛 要学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在除夕的时候 做了什么事 这个 你看脑袋上这句话 很好用 你看我们生活上的享用 释迦牟尼佛 三一一波 不要太浪费了 节俭一点 以苦为师 以戒为师 那光是一个释迦牟尼佛 光是孔子 你看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好多情形跟他们 有没有关系 关系很大 再加上 我们听经的过程当中 也有听到一些榜样 比方说听老上讲经 海贤老上的风范 我们听了不少吧 你都把它放在心上了 你真的遇到每一个境界 可能他们的影像就浮起来了 有一个人 在骂你的时候 你就想到海贤老上 他一唾沫 我就当帮我洗脸 打我两个耳光 我当帮我烧痒 你看 你遇到事都是这些榜样 所以我们 炎黄子孙很有福报 因为最近 在上这个 太上感应片 汉学院同学的课程 那个汇编里面 收集了好多榜样 看了特别感动 你看大家现在是冬天 潮兵 冬天 都不修房子 怕修房子过程 有冬眠的虫 会死掉了 太冷了 你看 他对这些小生命 他都这么细微的体恤 你说他对人 宋朝 韩琪 这一代 书将 录像 官员 这个韩琪 很有修养 他有一堆 一堆玉杯 人家硬要送他的 我得把这个前面提一下 不然 还买什么玉杯 怕大家起心动念 人家硬要送他 他一看这个情境 慎情难却 他就给人家买下来 花了一些钱 结果每一次招待客人 他就把这个玉杯拿出来 给人家欣赏 结果去的一个小官员 不小心走过去的时候 可能扯到那个桌布 两个玉杯 啪啦 掉下来 当场摔碎 大家感受一下 全场的气氛 通通凝固住了 韩琪也看到了 接下来韩琪接了一句话 所有的东西啊 都有坏掉的一天了 今天刚好是他们要坏的时间到了 请问大家这个玉杯摔坏了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们慢慢去体会啊 这个世界没有坏事啊 这个世界没有坏事啊 心用对了 没有坏事 今天啊 没有这个玉杯听完 没有这个玉杯摔坏 我没有这个故事可以听吗 这位忍者 你上个月有没有哪个东西坏掉了 当时候你看到的时候是怎么样 这个东西今天刚好改坏了 还是气死我也 这些榜样很重要啊 所以这个轻人很有好处啊 哇这个 哇那太战感一篇里面 这个韩琪的故事啊 好多啊 你看下来真的是为之动容啊 太佩服了 其中还有一个 那韩琪在写东西啊 那晚上了旁边有个士兵啊 帮他掌灯啊 结果这个士兵啊 可能有点分神了 没有注意了 那个火啊 把他的这个病啊烧着了 韩琪呢 手拿起来就把这个火给铺掉了 继续写东西 没生气继续写东西 写了一会儿啊 抬头一看 诶士兵换人了 然后他就赶快 把刚刚那个给我叫回来 不然那个可能就要被打了 被处罚了 他说他已经知道怎么不烧到我的方法了 把他叫 那请问大家被烧到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相信啊 这个故事会传遍整个军营啊 这士兵一想 哎呀有这样的元帅可以跟随 痛 整个士气就上来了 所以我们遇到境界 有圣贤佛菩萨的教诲 还有他们的风范 我们是多幸运的人 我们手上有好多宝啊 那犯爱众 无选择了 此从仁者学习 故须选择 因为同事人累不起啊 留孰众 随波逐流的人不少 忍者息 所以要判断忍者去清静 尤其成年之后啊 不在父母身边 朋友对自己的影响是很大的 生我者父母啊 成我者朋友 亲父善友 如雾露中行人 就好像在雾里面行走 衣服没有马上湿掉 但是那个雾气随时在滋润 时时有润 那行有余力两句 行是实行 孝涕等五事 前面这五个德行 行此五事之外 即是余力 所以弟子求学啊 当先以此五事为本 刚刚跟大家提到 现在学习 余异大师提醒 不能好多 不好精 学了一大堆 结果前面五事 都没下功夫 那这个就没有德行的根基 学的再多啊 德行上不去了 要 不能逐末不求本 这五事就是本 德者本也 要下这些功夫 而且不能了 求解不求正 只求听经啊 理解经教啊 没有去立行 没有去正入那个境界 那解行就不相应了 这个 弟子规提醒了 不立行 但学文 会长浮华 成何人 所以像 我们今天 哪怕都有著作了 是学校的教授了 可是你的太太 不一定福气 都可以著作四书五经了 为什么太太不服啊 那就是我们 只是解了很多这些经教啊 但是没有去行 有去行啊 那另一半跟家里人 离我们最近了 一定首先感受到我们的得风啊 怎么会对我们不服气呢 我们看古代 我们看古代 读书人的太太 对自己的丈夫 都是 非常敬佩 从双钢千表 欧阳修先生写 他对着欧阳修 他父亲去世的早 你看他的太太 跟欧阳修 这个 他的母亲 都 跟他 谈了哪些父亲的事啊 谈他父亲 非常孝顺 你看我们现在太太 都跟孩子 怎么说父亲啊 当然不能说不好的啊 这是家庭的大忌啊 你会毁了孩子的健康啊 心灵健康啊 父母是他最崇敬的人啊 你在他面前讲他的父亲不好 或者母亲不好 对他来讲是很痛的啊 不能意气用事啊 所以现在啊 有人研究忧郁症的人啊 很高的比例 家庭里面的父母不合 就造成他心里 很多的负能量 阴影 有果必有因啊 所以为什么古人那么重视 结婚这一件事 这攸关社会的安定啊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整个家庭能不能兴旺 夫妻是关键的 男女有别 而后夫妇有义啊 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啊 这个而后就是先后关系哦 父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正啊 所以今天公务员的问题 各行各业的君臣问题 拉回来是什么 父子啊 忠诚出于孝子正门啊 但是父子有亲再拉回来是什么 夫妇有义啊 夫妇有义啊 所以为什么结婚那么慎重啊 最关键的地方在这里啊 那我们看 五代读书人都坐照浪 太假很佩服 这个欧阳兄母亲提到了 我家到你们家的时候啊 每次看你父亲看到 比较好一点的食物啊 就流眼泪了 我以为说啊 刚好 这个婆婆去世 没多久 最后看到你 你父亲 终生都是这样啊 是死者如是生啊 常看你父亲 在审案子 神神神 有时候想尽一切办法了 不能再为这一个人减刑了 你父亲就惨惨看气啊 这是对犯罪的人都这么慈悲啊 跟自己儿子讲 自己丈夫都讲这些 好 所以 读书人让另一半是很佩服 所以我们不能 这个还能写著作了 都有教授的这个资历了 那这样就搞成老和上提醒了 不能搞学术的佛教 要解形相应 那这样就在学术界 请菩萨道了 好 所以这个 说实在的 你看这三条 偶艺大师讲这三条 跟这个余力学文相不相应啊 你不能浩多啊 你要经 要先 要先 专精 前面这五个德目 你不能 逐末不求本 本是德行啊 你不能 跑道好喜欢学问 好喜欢才能 最后 最后你得 有解 又有行 要正 不能忽略的这些扎根的德目 好 好 好 所以行此五四啊 非无余力学文 好 你还是有时间可以学文 好 但是誓言呢 学文呢 要先求其本 你读这些文章 四书五经呢 其实说实在 也没离开 孝提 谨性 爱众 你要在这个本上下功夫 五本之文 不可取啊 我们 没有根本的这些学问呢 那不可取 学的东西 都是只是去写写诗词 歌付写写文章而已 自己生修不了 加齐不了了 所以故文呢 心有余力 则以学文 好 这个是啊 跟大家谈到掌握纲领 好 第二个部分呢 是好学生的心境 我们翻到440页 第一个重要的心境呢 是信任老师 这个 这个 子曰 回也 非助我则也 于无言 无所不悦 从这一句里面就提出来 体现出来 因为 颜回对孔子的教导啊 完全信任 完全欢喜接受啊 老上 讲到啊 传人 没有别的 听话 那他一定是信任老师啊 所以他听话 他不怀疑啊 他不怀疑啊 我们看一下讲要 颜回 颜回 非有助益于孔子 他这个助益啊 应该是指啊 配合教学 因孔子说的话呢 颜回无所不悦 完全接受 孔子之言呢 颜子一闻即悟 一听了就领悟了 所以 孔子曾说啊 无语回言 终日不为如鱼 既然一听啊 就能完全领会 便指喜悦于心啊 不再发问 既无问题啊 孔子便不再发挥 而在座的其他弟子啊 不能获益 因而孔子的教化 不能补义他人 所以说 惟也非助我则也 那这个是孔子所作的 反面文章 言外之意啊 则是赞美言止 悟性极佳 就是 因为没有问问题啊 那可能其他同学还不能完全明白 这没有进一步讲解 但颜子所表的呢 是另外一个法 就是完全信任老师啊 完全随文入观 表这个法 你看佛陀的弟子里面 大家设尊者 他也表这个法 你看佛还没讲话 拿着一个莲花 他就笑了 莲花微笑 所以每个人表法不一样 但是呢 你看颜回那种表法 我们刚好 用另外一句啊 来感受一下 第六十页 五语回音 终日不违如语 退而醒其诗 一足以发 回也不语 这个是孔子与颜回谈话 谈了一整天 颜回不违 就是毫无阻碍 就一直吸收 孔子讲了 颜回听 顺畅无碍 颜回只在听了 不问一句话 好像愚人 好 那后面讲了 退而醒其诗 一足以发 回也不语 前面讲如语 实非真语 所以孔子又说 退出之后 我醒察他诗语 二三弟子言谈 听完之后 他跟其他的学生言谈 一足以发灰所闻的意理 代表他都听明白了 那这里也点出来了 颜回有没有听一听 只是自己乐而已 他听明白的东西有机会 他也是供养给同学 所以大家可以感觉到 孔子在做反面文章 非助我则也 讲了一点反面文章 所以回也其实不云 好 好 那 这个 我们看这个真子 有一次孔子说 无道义以贯之 真子说唯 结果孔子一走 其他的弟子不明白 然后就问真子什么意思 夫子知道中数而已 那真子是另外在配合孔子教学的 好 那像 这个阿难尊者 他就很会问问题 这个也是配合教学 不同的因缘 不同的配合 不同的表法 我们再看一句 三百页 孔子对学生说了 二三子 以我为隐夫 无无隐夫耳 无无形而不与二三子者 是谋也 我们呢 这个 谈的是信任老师 这是学生的态度 这一段话 这一段话是老师讲出来的话 代表老师感受到学生的心 才会讲这一段话 那孔子是讲到了 二三子是教着学生的 你们觉得我有隐瞒你们什么吗 我没有隐瞒你们什么 等于是我所领悟的 我全部都讲了 我们在听老上讲经啊 有没有一种感觉 不管他老人家是讲半小时 还是讲两小时 你感受到那个心的时候 就是每一节课就是河盘脱出 毫无保留 感受到老上这个心 那不可能有这个怀疑 就信任了 我们这个时代啊 疑心蛮重的 我们假如对父母 会有怀疑啊 我看要对老师不怀疑 或者对他人不怀疑不容易了 我自己啊 曾经遇到 跟着老和尚比我还久了 他的妈妈 有一天刚好也很巧 他妈妈遇到我了 旁边也没人 可是他妈妈呢 遇到我 又把我拉到 更隐秘的地方 看看 可能也没有人会经过 拉到那个角落里面去了 跟我问了 老和尚有没有 特别教你什么 我当时我一听 印象深刻啊 你看 这个是孔子自己说了 我没有隐瞒什么 你看轮语还有另外一句 陈刚 有一天遇到孔子的儿子 把他找过来 你爸爸有没有特别教你什么 你看这个都对老师怀疑了 好 好 所以我们才 提这个第二点 这个 好学生的心境 第一个点是 信任老师的 第二呢 这个心境是以师字为己字 这四百六十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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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在直喊篇呢 也有提到 直喊篇是 被困困的时候 指路说 君子一有穷乎 孔子说君子故穷 小人穷是烂 这个君子不可能 人生没有遇到挑战 就像孟子说的 天将将大任于师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而且还举了好多历史 这些风范 出来 所以诸位忍者 你假如现在遇到的问题 挑战很大 你要对自己幽默一下 老天爷很瞧得起我 是吧 你什么挑战都没有 那就想福报而已 想福报 越想会越愚痴的 想吃福 所以修行人不想福的 有福 给大众想 好 那孔子在匡 被匡人围困 后衰脱险 却与弟子失散 那孔子就一直在 等着学生来集合 约好的地方 冤落在后面 最后一个才赶上来 我们感受一下孔子的心情 一直看学生一个一个回来 颜辉没有回来 最后终于回来了 孔子一见便说 我以为你死了 颜辉说 老是在 弟子何敢死啊 孔子知道啊 颜辉不会死 无以辱为实 是一死啊 看到了 太欢喜了 反义死了 人太高兴了 那个言语啊 有时候会反义 颜辉说啊 只在 其实也是知道 孔子不会死 人以身认天下后世者 天不能绝 孔子知道他有天命的 天之为上 诗文也 匡人其辱于何万 所以说 回何敢死 所以这个是 诗生星星相应 知道 对方都不会死 也都各自知道自己的死命 颜辉知道啊 他是要配合 孔子把道宗 传下来 所以孔颜 师跟弟子 相知之生 由此可以想见 那我们 学习完 这一句 经文 那我们要拉回 自己的身上啊 那我们 医子老和尚 老和尚是我们的 亲教师 是我们的和尚 那我们要以他老人家的智来 为自己的智来 或者我们现在 依哪一位善知识 我们也看到 有很多 出家在家的好老师 都在想教化 那我们 学习啊 学贵立志了 有这种自然 就是一种学习的动力了 众生无边是愿度 而我们 而我们跟随的善知识 他有智慧洞察 众生的苦难在哪 根本 根本要从哪里就起 或者下手处在哪 这个社会这么乱 甚至世界这么动荡 要怎么拉回 安定的路 然后让开出很多药方 法药 四种关系除好 可以 世界可以回到安定 那我们听了这四种关系 不能脑海里都是 谁谁谁才行做 拉回来自己当下 每一句都能做 我们亲戚朋友有没有不同宗教 那要开始做其后 宗教 互相 宗教 团结起来 而且 互相尊重 尤其要带动不同宗教 回归教育 因为宗教不回归到经典的教育 一定会让人觉得迷信 我们看现在读书都学科学 你只有一试 也不知道教什么 那无形当中就会让 现在受这种科学教育的人 觉得是迷信 可是你有讲解经典 这些教育刚好是解决现代问题 才会真正尊重宗教 进而去学习 回归教育 宗教还互相学习 这个带动就很好 若要佛法心 会有身战身 这一句再延伸开来 那从世界的角度 若要正法心 我有宗教之间互相 赞叹 不是互相毁谤 现在更严重了 宗教之间战争了 更严重了 所以你看脑上这些法药 可不容缓 我们在自己的地方 社区地区 假如能够落实这些理念 给社会做样板 非常好 有这个机缘好好做 从自己从我心做起 从我社区做起 人之初性本善 真的有看到榜样 大家的善根就起来了 我是曾经看到 当说是澳洲竹文巴 各个宗教 在巴黎 老儿上的住处 他们去见老儿上 刚好在旁边 听他们讲话 不同宗教之间的言语 很亲 那个印象很深 我们看了都会感动 我相信这个呈现 给世人看 世人也会触动 图文巴做了十几年 当今是舍我其谁 我们有姻缘的话 也要好好做 像多伦多 光是华人 是不是有差不多八十万 我的数字 不知道准不准确 而且还继续增加 那很好啊 这么多华人 在这里 把老祖宗的理念 天下卫功 人不读千奇经不读子 包含老儿上这些 宗教团结的理念 我们在这个地方 去落实 去带头 我们也尽了我们的心 这个正法复兴之路 那要三到五代人 这个急不来 欲数则不得 不能急啊 你一急心就夹杂着烦恼 有啦 事要做原本不容易 所以要把事做好 要先把心复好了 急不来 我们尽心力了 我们这个棒再交给下一代 下一代想着 我的父母老师 鞠躬静摧 这个就是他的动力 他的榜样 好 今天 时间有点超过了 不是有点 快超过半小时了 好 最后 今天讲的内容 今天讲的内容 有没有不了解的 可以提出来 好 假如没有 那我们今天先到这儿 好 那最后 公祝大家 新春吉祥 和家平安 这个福慧增长 光束无量 我讲到这里 就想到 我们刚刚说 这个青人 佛菩萨圣贤人是榜样 佛呢 在迎接新的一年 他的态度就是 我去年 有没有造成谁 生烦恼痛苦了呢 我无救于 有没有无救于他人 救就是过失了嘛 佛也在表演给我们看 大家反省 我身口意有没有造业呢 所以佛是抓住这个 迎接新的一年 给我们机会教育 所以我们过年 也不能忘了佛陀的表演 好 谢谢大家 阿弥陀佛